家門前馬路破了大洞 腳踏車鞋櫃通通掉入天坑 灌槍到一半整塊圍牆再度坍塌 今年五月北市信義區才發生建案施工 卻造成周遭路面突然坍塌 形成三公尺大天坑 造成附近民宅一樓地基被掏空 當時市長蔣萬安這樣承諾 清查全市工地 特別針對開花中的一百零二處基地 於一週內檢查完畢 承諾一週內將台北市新建工程 全面體檢 講完話說的肯定 但三個月後 7號晚間大直整排民宅瞬間坍塌 又是建商施工惹禍 工程健檢被質疑大跳票 綠營議員重炮怒轟 曾幾何時台北大直 承諾烏克蘭 我們沒有戰爭 怎麼突然間房子就下線 沉到圖裡面 天坑 天坑 不只在大同區 不只一個 不只兩個 不只一次 不只兩次 在東區 大安區 信義區也天坑 凸凸是天坑 拜託 蔣萬市長 你是天兵嗎 不只綠營痛批 藍營自家人也看不下去 去做這種零損抽檢第一次是 建管處跟建商一起去 當地的建商 換句話說 他有一點點求員兼裁判 你說市政府有沒有責任 他當然他當初判定零損的時候 沒有在第一時間就發現這個問題 他當然有責任 蔣萬案上任八個月以來 從五月信義區到七月大同區 甚至八月中 在南港和中山 至少就發生六起重大貼坑案 也讓市民很憂心 住的土地 踩的馬路 真的夠安全嗎 三線新聞 戴維尹 尤桃SG小組 台北報導